在主人心动的时候 风鸣刀会发出心跳的声音 春花姑娘 我喜欢你 这一生除了你 我没有对每个女孩子动心过 我想 以后一辈子都听你喊我相公 终于搞定了 但是我怎么不激动呢 恋爱是这样的吗 可能是因为准备不足 还有点老套 这个告白 我接受了 不过我命令你 以后我一定要认真对待这句话 相公 来 PC 吃鸡也要 跳搭 下雨 按摩 file 我 nop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的萧夫人 得知几日后就能拿到长生果 激动得睡不着了 是你想要吧 我对这种俗误不感兴趣 不过既然有热闹感 就不能平白错过 那你就对长生不死 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你呢 可有兴趣 长生不死有什么意思啊 对我而言 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那可比长生不死好多了 只可惜爱情这东西 动辄撕心裂肺 丑态百出 到头来也只是两手空空 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旁人看到 滑稽可笑 你懂什么爱情 那你又来凤鸣山庄干吗 我想来就来 自从小春花不叫哥哥之后 真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你就不怕我一时生气 杀了肖白 肖白已经炼成了 凤鸣刀的最后一事 杀不杀得了他 还不一定呢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 可惜小春花不知道 你在他肖白心中的地位 比不上家国大业 比不上武林道义 甚至比不上那把祖传的凤鸣刀 小春花不信 那我们等着瞧 是谁 小春花不信 是女人 在这一样 你这也还好